又掉秤了 今天掉秤1.2斤 两天掉秤2.4斤 给大家上个秤 看看脸是不是精致了一点点 要享受得快 减脂三餐搭配很重要 跟我减肥的朋友们 尽量跟餐 加油 年前呢都上岸 今天把最掉秤的秘诀告诉大家 哪有什么秘诀呀 就三个字 不偷吃 这就是秘诀 减肥就是管住嘴 都不用你卖开腿 昨天中午吃的大鸡腿多幸福呀 再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偷吃了 你不是饿 你就是太残了 谁偷吃肉汗谁身上 不会搭配三餐的 不知道自己吃多少量的 想要减肥食谱的朋友 来直播间找我和天心 关注我 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直播间领取 我们今天早上吃吐司 给大家暂时做法 锅里打入一颗鸡蛋 面包放里 趁它不注意 给它翻个面 放点零子的辣酱 再放点花生酱 优质油脂的补充 放一片生菜 盒上 一杯豆浆 这些蒜子纤维是不够的 来一勺菊粉 45度的水 吃我们的早餐 开始做午餐喽 下入荞麦方便面 今天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关东煮 它是零脂的零糖的 我们可以吃的 一大鱼鱼丸子 几个白萝卜 开锅喽 放点煮好的牛肉 捧后下礼 好喽 哈喽朋友们 中午好 开始吃中午饭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中午都吃什么 药麦面条 我跟甜心 我们俩一加一半 甜心呢 也是小级数 所以说我们俩一加一半 牛肉呢 熟重啊 是100克 鱼丸子呢 给甜心散干 萝卜和铜后 生重的是200克 我要开炫了 看明天能掉成多少 晚餐我吃一个肉皮豆卷 圣女果 晚上就是对付对付 只要是能睡得着觉 就可以了 还挺合胃口的 明天见朋友们